我爹爹怎么了 珍珍 你怎么才回来呀 差一点你爹可就没命了 是谁救了我爹 就是这位小师傅 谢谢小师傅救了我爹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在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也会帮助我的呀 皇宫里面 还要帮我爹 又再挑选新武士了 听说圣处长 可以跟随阿英王子 兄弟们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选中的 真的能跟随阿英王子 你个女孩子 蹭什么热闹 女孩子怎么了 我就不信这个邪 下一个 阿极 走吧 叫什么名字 蒙丹 下一个 吴哈 叫什么 我是马扎 你叫什么名字 英格 下一个 叫什么 想要进入王宫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不得不女扮男装 没日没夜勤学武艺 参加比赛 经过一个又一个关口 终于进入了王宫 好啊 好啊 殿下 这个男孩子 身属了得呀 是不算 你 你是个女的 怎么 不服气啊 贤大人等 不可进入交场 把她抓住 把她抓起来 为什么要死发她 回殿下 宫中选拔武士 只招男子 她身为女子 混进宫里 一定是 图模不轨呀 宫里选举武士 就是为了选出 最优秀的人才 她能够一路过关男将 就证明了她的实力 若是应加什么罪名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 让你们这帮大男人 都失了体面了是不是 把她放下 放下 你叫什么名字 回禀王子殿下 我叫珍珍 珍珍 你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便留在宫中就好了 谢王子